22.在基督里,我是神的圣徒,朋友和儿子。 新的关系 在耶稣基督里,你与神有新的关系。 你不再是个罪人,而是位圣徒。 你不再是他的敌人,而是他的朋友。 你不再是一个陌生人,而是一个儿子。 通过理解我们与神新的关系,我们会知道怎样更好地活出真的自己。 在基督里,我们已经重生,与神和好,得救赎了。 在基督里,我是圣徒,不是罪人。 哥林多前书一章二节 写信给在哥林多的神的教会 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蒙兆做圣徒的, 以及所有在各处求告我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 基督是他们的主,也是我们的主。 哥林多前书一章二节 我们得救之前是罪人的身份。 罪曾经是我们生活最主要的特点, 它给我们下了定义。 但是得救以后,这不再是真的。 在亚当里的每个人会死, 但是在基督里的每个人都要复活。 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二十二节 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 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 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二十二节 得救以后,我们的身份是在耶稣基督里得到的。 我们不在我们所做的事里寻找我们的身份, 而是在耶稣已经为我们所做的事情里寻到我们的身份。 通过耶稣基督的工作,我们成为圣徒了。 圣徒是成为圣洁的罪人。 成圣是通过相信耶稣的死亡和复活, 不是通过信徒自己所做的任何事情。 我们作为圣徒的身份, 应该让我们将肢体献给义, 做奴仆以致成圣。 你从罪里得自由, 他不再是你的主人了, 你已经成为了圣徒, 并且逐步成圣。 你从罪的惩罚里得自由, 被赐予了新的生命, 被造得更像耶稣, 并且以后有一天会永远以无罪的状态与他同住。 我们的身份应该与我们的实践相一致。 传统观念说, 你的行为决定了你是什么样的人。 但是福音改变了这一观念, 并说耶稣的行为决定了我们是什么样的人, 在基督里的人决定了你应有的行为。 作为一位圣徒, 我们仍然能犯罪, 并且在我们永远与耶稣在一起之前, 我们会犯罪。 但既然身份上我们在基督里成为圣洁, 实际上我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 彼得前书一章十五节。 那照你们的既是圣洁, 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 十六节, 因为经上记着说, 你们要圣洁, 因为我是圣洁的。 彼得前书一章十六节。 在基督里, 我是神的朋友, 不是敌人。 神恨罪, 神恨犯罪的人。 他恨他们, 因为他们与他是全然不同的。 神不能与恶人同居, 罪人必须受惩罚, 而且神的愤怒常常在他们身上。 但是神也爱罪人, 正是他的恩慈, 令我们悔改的。 诗篇五章四节。 因为你不是喜悦恶事的神, 恶人不能与你同居。 五节, 狂傲人不能站在你眼前。 凡作孽的都是你所恨恶的。 六节, 说谎言的, 你必灭绝。 耗流人血, 弄诡诈的, 都为耶和华所赠。 诗篇五章六节。 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 神差遣他的儿子, 为我们而死, 以便我们从他的愤怒中得救。 神差遣耶稣, 代替他敌人受苦, 承担我们应受的惩罚, 以便我们可以成为他的朋友。 在基督里的每一个人都被诚意了, 与神的关系和好了。 这个和好了的关系, 给我们极大的喜悦。 罗马书五章八节。 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 为我们死。 神的爱就在此, 向我们显明了。 九节, 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 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 十节, 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 且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 既以和好, 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 十一节, 不但如此, 我们既借着我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 也就借着他以神为乐。 罗马书五章十一节。 在基督里, 我们不再是神愤怒的对象, 而是可以作为朋友与他亲近。 耶稣为我们舍命, 让我们成为他的朋友。 身份上, 我们是神的朋友, 实际上, 我们通过遵行他所吩咐的, 表明我们与他的友谊。 约翰福音十五章十三节, 人为朋友舍命, 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 十四节, 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 就是我的朋友了。 十五节, 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 因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 我乃称你们为朋友, 因为我从我父所听见的, 已经都告诉你们了。 约翰福音十五章十五节。 在基督里, 我是神的儿子, 不是陌生人。 加拉太书三章二十六节。 所以, 你们因信基督耶稣, 都是神的儿。 在基督里, 你成为神的孩子, 神收养你, 进到他的家庭。 我们不再是悖逆之子, 或者可怒之子, 而是被赐了全柄, 做神的儿女。 约翰福音, 一章十二节。 凡接待他的, 就是信他名的人, 他就赐他们全柄, 做神的儿女。 约翰福音, 一章十二节。 我们可以被神收养, 因为他通过耶稣赎回了我们。 没有一个人通过自己的意愿, 成为神的儿子, 而是必须通过重生。 虽然每一个人, 都是被神创造的, 是按照他的形象被创造的。 但, 这不意味着, 他们是他的儿女。 人被创造出来, 表现神的形象, 并敬拜他, 但这却被罪破坏了。 只有在基督里, 我们才能最终恢复来, 表现神的形象。 真正地敬拜他, 并且被称作神的儿女。 加拉太书四章四节。 极致时候满足, 神就差遣他的儿子, 为女子所生, 且生在律法以下。 五, 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 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 六节, 你们既为儿子, 神就差他儿子的灵, 进入你们的心, 呼叫阿爸父。 七, 可见, 从此以后, 你不是奴仆, 乃是儿子了, 既是儿子, 就靠着神为后嗣。 加拉太书四章七节。 作为儿女, 他赐给我们圣灵住在我们里面, 称呼他为阿爸父。 圣灵与我们的心同正, 我们是神的儿女, 神是我们平易近人的父亲, 我们知道他关心我们, 我们无需再为我们的罪, 会受惩罚或者死亡而感到害怕。 罗马书八章十五节。 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 仍旧害怕, 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 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 罗马书八章十五节。 既是儿女, 我们便是神的后嗣。 后嗣是有权柄继承父亲, 所预备给他一切的人。 我们会得到永生, 我们会住在神的国里面。 他会亲自与我们同在, 做我们的神。 罗马书八章十七节。 既是儿女, 便是后嗣, 就是神的后嗣, 和基督同做后嗣, 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 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 罗马书八章十七节。 身份上的, 我们现在是儿子了, 但是, 在我们到天国之前, 我们不会得到我们名分的全部财产。 所以, 我们在心里叹息, 等候着得着儿子的名分, 乃是我们身体得赎。 约翰一书三章二节。 亲爱的地球啊, 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 将来如何, 还未显明。 但我们知道, 主若显现, 我们必要向他, 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 约翰一书三章二节。 罗马书八章二十三节。 不但如此, 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人, 也是自己心里叹息, 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 乃是我们的身体得福。 罗马书八章二十三节。 复习题。 得救之前, 我们的生活主要特点是什么? 现在是什么? 因为我是一个圣徒了, 这会怎么改变我的行为? 我是神的敌人吗? 神恨我吗? 为什么? 人如何能成为神的儿女? 作为神的儿女, 有什么特权?